为在新北市土城区中滑入一段的享空间 简约现代感的建筑外观相当亮眼 而三位台湾画家的作品则是分布在一到三楼空间 让来参观的民众都可以轻松悠闲的欣赏作品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生活这一块能够怎么样去推动美好跟幸福 这件事情是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 那这一次跟文化合作其实最主要看到是 大家在后疫情时代的时候 其实大家除了口罩戴上了都已经习惯 然后人与人的之间距离都变得很遥远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 第一是希望大家能够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紧张 跟压力很大的一个生活感到放松 那也希望用台湾本土的一个力量再为台湾一次加油 现场展出的三位画家作品 有充满魔幻写实主义的画作 让人产生疗愈感的抽象化 以及平静与温柔的花草绘画小品 希望用艺术来疗愈人心 攜手团结和台湾一起再次出发 比较个人的作品风格还是属于正统油画媒材的创作 就像后面这件 那个我的魔幻写实 海陆空系列的陆地陆上篇的作品 那这件是金瓜石与金铜矿 我把它回复我心中想象的那个 还有矿场在活动的那个时期的一个影像 然后营造一个煤矿场的一个 还原早期那种煤矿时代的那种场景的想象 这位画家谢婉如小姐 她主要是 她以前是美国的嘉医科的医生 然后她是在2014年回到台湾的时候 发现艺术可以带给她正能量 所以她就是开始了她的艺术创作 她觉得艺术可以连结大部分的内心 带来大家给抚慰人心的力量 然后她主要就是画抽象作品 然后她有画水墨跟压克力颜料系列 那这三幅的话是压克力颜料系列 然后我画这些瓶器呢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我有特别呈现那个瓶器那个陶瓷的质地 跟它的材质 所以就会有点像手拉胚的效果在上面 然后三楼的话主要是我比较早期的作品 然后都是以植物为一系列 就是源自于我小时候没有办法种那么多盆栽 它其实有点像是我心中想象的花园 那我透过绘画的方式呈现在我的创作上 以我的作品画面来豢养种植植物的一个概念 策掌单位表示 台湾加油艺术能量化展 展出时间从即日起到十月底 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一段的享空间 一二楼在营业时间都可以免费参观 三楼部分预计在十月才期间限定短期开放 邀请观众朋友一起来为台湾抗疫加油 记者许超雄 新北报道